我们接着来讲一下广语网技术 那在这里边 我们来主要介绍关于万网络 它的一些常用的接口 还有像PVP、MP、POS 还有IP trunk 还有这PVoE的一个配原理与配置 那我们先来简单 就是说学习完以后呢 你可以简单描述 广语网常见的这一个 以太网接口或是接口 还有描述PVP、MP 它的一个原理配置 描述IP trunk 原理配置 还有描述PPOE 原理配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广语网接口 它的一个眼镜 首先呢 关于广语网接口 跟我们这以太网接口 其实相差的一个距离 就说它跟时间相差很远 在1960年的时候呢 就是1960年代已经有这一个网口了 而属于这一个1979年的时候 我们才有这个LAN口吧 也就是说 关于我们广语网的接口 在早期去更早的一个发展 更早的出现 那么比如说在1960年的时候呢 它这里的带宽 我们最高就只能到达这一个2.048M的一个带宽 而在这时候 我们局域网其实还没有相对你的接口 或者说没有相对你的协议 对吧 那到70年 广语网的一个链路呢 已经可以达到44兆的一个带宽了 而在这里边 关于我们局域网呢 以太网其实还没有出现 对吧 那到1990到1998呢 这Post接口 ATF 这种出现 那么所相对你的带宽 最高可以飙到2.5G 而在这个期间呢 关于我们局域网这部分 经历了什么呢 也就以太网 经历了什么呢 从10兆标到1989年 100兆 再标到1990年 98年 标到了1G 那么到03年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达到10G 而这里是02年就已经达到了Postcode 而到07年呢 我们关于网接口 可以就Post接口 它可以达到我们4万兆 而以太网接口 也可以达在03年 或10年达到了4万兆 那最后的话 我们以太网去胜出了 在2010年 我们甚至出现了 这一个10万兆的一个接口 那在这里边 关于他们眼镜呢 就是我们相关 比如说带宽 距离 成本 功耗 密度 还有一些兼容性的眼镜 比如说以带宽为例 早期呢 我们管用网接口 其实带宽偏高 对吧 那么我们 相关的一个距离呢 其实早期管用网接口 也是比较远的 那在后面 其实从我们 就旺照开始了 从旺照差不多开始 从这段时间呢 我们这一个距离 即使是以带宽接口 也可以支持我们 长距离的一个传输 对不对 那我们现今的一个网络 比如说以这一个 Post接口 跟以带宽的一个推进 我们看到 在这里 它弄的是 属于像 Post接口 Post接口 现在也是用的比较多了 那像Post3 Post12 Post48 都是很早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那在早期 我们广义网的 长距离 大带宽传输 就基本使用 这个Post接口 而现今呢 我们这种大带宽 长距离的话 更多使用 以带网的一个链路了 各位理解 这个PPT 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 华为官方 它那边就怎么说呢 说 我们中文社这一部分 就是讲 告诉HCIE的一个学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长距离传输 也是开始用 以太网的一个传输了 因为什么 以太网传输 它的一个链路 或价格什么呢 都会比广义网的接口 便宜至少一半 相同带宽项 知道吧 所以导致我们 现今的长距离 基本都使用以太网 来进行使用 那 比如以以太网 接口为例 以太网 那这里边 我们以前有什么呢 就比如说 十兆以太网 标准的 百兆以太网 我们称为快速以太网 千兆以太网 旺兆以太网 跟这一个100G 就是十万兆的以太网 那它这里边 关于我们十兆带 带一百兆以太网 我们对于一些 效率 还有它一个 传输介质区分的话 比如说 以叫Space T Space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十兆 可以这么理解 就它这样比较均匀的 那这里的一个T呢 就代表是双脚线 双脚线 那么 一对就我们在这里面 使用两对 非平地 三四五类 双脚线 可以形成我们这 十兆的一个带宽 那像这里呢 换TS 就说指的是 我们两对 两对高质量 超五类双脚线 知道吧 就可以实现 我们百兆的一个带宽 那像这里 FX呢 就代表是用光纤 光纤呢 这里也是两对 不是 有两根 不是一对 那这里两根呢 一根用于我们发送 一根用于我们 这个接收 那在这一个 千兆与太王里边 其实又分很多 因为我们 除了双脚线以外 我们还出现了光纤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像是1000Base T 就属于我们这双脚线的 那它的一个协议所对应 就是IE802.3AB 那像 这一个 X呢 其实代表了 像我们这一个 光纤啦 那种光纤啦 那这里 它使用的就IE802.3J 多么光纤 其实这一部分 内容啊 就说 它指在哪里考呢 也是有考的 像这一个相对应的协议 有考 考在比试 知道吧 就比试在考你这些东西 就签照什么 签照什么 对应什么东西 就这一部分而已 知道吧 那么像 这一个基石 什么也没得给你考的 面试像这里考 也没什么东西 那像CX呢 是以前用超短句的 超短句的话 像这种 现在已经是 基本是看不到的 很少 那X S这里就短句 L就我们长句 X就我们光纤嘛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 像这种短波呢 更多是用于 这一个多么光纤 而像这个长波 1310纳米 就更多是用于 我们这种单摩光纤 当然可以用于多么 那在这里边 我们所相对应的 就是后面这种 可以发送的距离 你可以更长 那 比如以 旺照以太旺 又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在这里面 以太影创新建口 那 在这里面 比如 以 这一个 S 就 实际上S 代表是短句 那 它的话 就说 那个 光纤呢 在这里面 是 850纳米 其实没什么东西 然后呢 是 多么的 可以理解为 就是多种光 嘛 那 在这里面 到长句 我们多么 跟单摩 所对应起来呢 单摩 可以传说距离 更远 知道吧 那 一般而言 我们单摩 是会比较贵一些 当然 我前段时间 听一个学生说 他们说 他那边 有卖这些东西 但他们的多么 反而更贵 他说 他们的多么 更贵 单摩反而便宜 那 那 在这里 L呢 就是我们 这一个长句 1的话 代表是我们的超长句 而我们还有什么R跟W 对吧 那么 像这一个 如果带有个W 代表是属于广域网传输的 属于广域网传输的 那像这一个R呢 就代表是属于我们 这一个局域网物理层传输 那还分成了 那还分成了像什么 四路并用的WDM 不分副用 的一个旺照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用四条长句的 用四条超长句的一个线路来进行搭配 那么我们也有分成多摩跟当摩 那像这个100G 100G以太网呢 在 就说 之前 从我们CAT制定 到最后发布的 是花了四年左右 就是无所谓 那么在2010年6月份 就正式对外帮布了 802.3BA的一个标准 那这802.3BA呢 就代表是我们这种 10万兆 它的一个传输 那它的一个物理层规范的话 就说 比如支持我们 40千米的当摩光线 S 那么它所对应的 这一物理层规范是我们 10万兆 它的一个ER4 也就是使用四个 波分互用的一个链路组成的 那么像 10千米的当摩光线呢 我们物理层所对应的 就是我们一样的 这一个10万兆 长距离世 对吧 使用四个波分互用 在这里面 就我们所对应的一个链路不一样 这个超长句是我们长句嘛 对不对 好 那像这种100米的呢 我用上多摩光线 所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FR10 那就我们短距的一个链路了 那可以使用多条独立的多摩光线链路来进行组成 像7M的链路线 这种就很少了 那这种的话 所对应的是10万兆的 CR10 其实 在这里面 就我们 基本上这种很少了 那对于 广义网接口呢 Post call Post call 我们就说可以在这一个SDS上去 存在我们的IP报纹 传输我们的一个数据包 那这里边 就说将我们这一个 比如说IP报纹呢 把它映示到这一个 这个传输的一个阵列里面 那么做到我们这种高速可靠的 点对点的一个数据传输 那常见的 比如说像这O OC3 其实这里OC1的话 代表大概是51兆左右 51兆左右 知道吧 那这OC3就代表是51兆乘3了 知道吧 后面有一个小数点的 那你们大概记成51就行了 知道吧 那么 现在OC12就相当于我们 以这个基值去乘语 12 各位理解 那包括这一个什么768 都是以那个基值自己计算出来的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计算器 比如按照这155.52 除以3 算出来51.84 对吧 那这51.84 一个照呢 就代表是OCE 它的一个带宽 那我们其他的接口呢 比如说你先让 比OCE OC192吧 OC192 那个以这一个基本数值去乘192 那就等于99532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边我们就说如果将以太网接口啊 跟这个POS接口进行比较 那比如说 首先两种接口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到达我们这一个10G跟40G 但是属于100G的呢 以太网接口才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这一个速率上 以现在的以太网接口就更为好 那对于POS接口呢 其实 对于广义网接口 它更多使用像PVP或者说HDLC的二层封装我们的IP报文 那使用PVP协议或HDLC协议呢 它们封装起来 它有报文长度 就是说最长也就只有九个字节 二层这一部分 那如果说属于我们这一个以太网封装呢 我们最少需要有18个字节 所以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同时发送就相同的数据 那哪种数率 这种那种的一个 就是在相同时间点里面 哪种传输更加有效呢 就属于POS口 因为它是迭代的这种 可以说二层这种无用的东西 更加少 对不对 但是 从成本上来看呢 我们以太网接口 就是说它比这一个广域网接口 在相同数率上 比如说一样是四十万兆 又四十千兆 对吧 那么我们以太网接口 它的一个价格呢 至少可以便宜一半 各位理解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 更多就是说都是使用这一个 以太网接口来进行长距离的一个长度 那关于我们接口的一个 就是在这SDH的一个阵列里面就序列 传输设备这一侧呢是四十G的POS接口 那我们路由器必须是以十G的POS接口 或者以十G的旺接口来进行配合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传输示备它是以十G以太呢 那我们就只能用四十G的POS接口来进行配合 那如果在我们最新的一些传输示备而言 那无论你选择是POS接口也好 或者说旺接口也大 或POS接口也没问题 那其实都是可以进行兼容使用的 可以解吧 那这一部分其实跟我们RX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这里的话更多是一市集到传输那一部分 可以解吧 更多市集到属于传输 其实传输的都很大 传输的 知道吧 像华为其实关于传输呢有另外一个方向的 知道吧 单独一个方向 就传输啊 对就传输方向 一样HCNA MPIE都有 那关于传输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也不是我的上场所猜 我更多是路由交换这一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比如说PVP原理配置 关于管理网接口我们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了解就行了 那我们更多呢是要去看它里面所使用的一些协议 知道吧 那比如说以PVP协议为例 PVP呢是作为我们现在就说 这种管理网传输用了比较多的一个协议 那它的话 也是属于我们数据链路程这一部分的 那用广方用于点对点 首先它有三大组件 首先第一个是属于封装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支持封装多个协议的数据包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属于IP报文 我可以用PVP封装 我现在属于MPLS报文 我可以用PVP封装 各位理解 我现在属于一些其他的乱七八张像IPX什么的 都可以用来封装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支持大部分的一些三层的不同的协议 各位理解 好 链路控制协议 LCP LCP呢 是什么呢 LCP我们称之叫链路控制协议 就是说 在这里面就外面于定义跟创建协商我们这一个链路程他们连接的方法 并且可以防止我们数据链路程的一个环路的 知道吧 NACP协议 网络控制协议 那在这里边它也是由一组协议来组成 我们网络程使用不同的协议呢 它所对应的NCP的协议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三层网络跑的是像IP网络 那它就只用IPCP对应你 如果你跑用的是IPX网络 它对应的是IPXDP对应你 各位理解 那么 可以对我们不同的网络程协议 它一个连接建立 它进行参数的协商 那关于PPP这一部分 最常见于哪里考试呢 面试 它面试就来考你这一个是最为简单的 知道吧 考你哪里啊 就是我们关于这一个NCP的协商这一部分 知道吧 整个流程 那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这个PPP的报纹结构 这一个报纹结构呢 也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 以前面FAC这段呢 是固定的 Adjust位置都固定 所以这些都是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这一部分都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协议这里 知道吧 这边其实都一样 所以没什么意义的 那协议这里呢 其实代表可以理解我们三层属于什么协议 懂吗 那信息部分呢 有我们LCP的封装 LCP封装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是属于什么的样 什么的一个标识 对吧 它什么样的内容 长度 接着 内部的内容就是我们LCP的参数了 LCP的超数 比如说我现在是属于什么类型 它对应的这个数值多少 什么类型对于什么数值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直接随便拿个 创新链路接口 我可以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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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就简单的配一个接口IP对吧 自己装包 那我配个IPT 我现在就配了个IP地址 其实这部分它干嘛 看到没有 一个PP的一个LCP的协商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二层部分是不已经不是以太网了 看到没有 那我们地址和控制之段协议 是属于我们这里 地址控制之段协议 对不对 就是信息 对吧 你们看 这个是前面的 ICMP重定向报纹 那这个是个重定向报纹在这里 以前没给你们看过吧 这一个报纹相当于是我们做ARP代理的时候 它会形成的一个重定向 那你们看 就是协议之后 就说这是一个链路程协议 接着呢 在这里面 LCP是属于我这里面这部分了 各位理解 好 那这里写什么东西 首先这是一个ECOREQUIT 就是一个请求 对吧 然后ID呢 是0s08 长度是8 然后一个模数字 这里是什么东西呢 长度已经到这里了 这里数据就代表了这一部分 各位理解 这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 这个模数字又是哪来的 模数字 其实这一部分呢 就代表了是我们二层 就是链路层 PPP协议呢 来检测我们这网络有没有缓录 那由于我们默认 检测什么东西呢 检测三大部分 MRIU MRIU 最大接收单元 然后呢 模数字 认证类型 知道吧 那我现在的话 其实默认 其实都一样 所以他不会去 一般他很少去检测 这MRIU的 知道吧 一般我们会是不检查这东西 那认证类型呢 甚至没有认证 所以 也是没有的 这里也就正好是空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在这里边 去携带一些其他内容 IPD已经配合给他吧 PPP 这这模式 假设随便写一个哈 PAP 你们看报文 那链路程的请求呢 会不会有变化 嗯 这里就这样没有 好 Restart一下接口 Restart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把它关掉重新启动 知道吧 知道吧 那比你去敲sotdown 然后呢再 undusotdown 可以快很多 那这里他发现很多特别诺报文 特别诺报文 就代表的是要把它自己个 嗯 给处理掉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断开 看前的链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最大接收单元 1500 认识断 使用PAP 是不是啊 Password认证的一个Pretoco 对不对 还有 魔术字 这是我们协商的这一部分 有没有问题 可以理解吗 这是我们PV报文 那请问 我如果没有IP地址 那他们可不可以做认证 或者这里面他们认证的一个协商呢 其实是在二层这里的 知道吧 在二层这里协商的 在二层这里协商的 所以跟IP没有太大关系 好 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 你们要记清楚了 那是要背的 要自己也画出来的 知道吧 首先 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里不叫状态 这里不叫状态 可以说我们是面对不同的一个协商 可以说我们是面对不同的一个协议 知道吧 那最开始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可以说死亡状态 那在这里边我们 练入相当可以理解为还没有起来对不对 还说到状态的 那当我启动了也就是 安度说到了接口 那他就开始进入这个 这个狀态 那这个状态呢 那这个状态呢 干嘛呢 就会开始 LCP的协商 各位理解 那如果 LCP协商 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就open 就在里面 会到达下一个状态 那如果 在这里 这里 失败了呢 回去 最终回去 失败会回去的 知道吧 好 如果 我们在这里面没有认证 成功 或者 空 那他就会 在这一个 到达网络状态 那如果 我们 在认证阶段 失败了 那么 不好意思 会到达terminal状态 terminal状态呢 就开始去把我们原本的LCP 间列连接给断开 然后呢 当掉回到死亡状态 可以解吧 好 那如果成功了呢 就进入network状态 network状态 不代表说就可以通信了 知道吧 他需要干嘛 通过我们的NCP协议 NCP协议 它是一组协议来的 一组协议 面对不同的网络层 他会拿出不同的协议出来 各位理解 好 那么 比如我们IP的话 那他会对应的拿出 比如说IP CP 所以记住 IPC是对应IP才出来的 知道吗 好 IPCP会协商对方地址 是否是一个合法的单拨地址 这个合法 有什么要求 就没什么太大的要求 你只要一单拨就可以了 并且不会跟我冲突 知道吧 那你跟我是否相同网断呢 这个不在意 可以理解吧 比如我是192网断 你是172网断 我会照样会认为你是一个合法的IP地址 可不可以理解 那么我们相互会认为对方合法以后 那么Network阶段就结束 就可以进行正常的数据传输 可不可以理解 那么在这一个任意一个阶段 只要收到了TerminalRequid报文 就这个报文 TerminalRequid报文 看到没有 那么任意阶段收到以后 都会当掉该链路 知道吗 都会到Terminal的状态 然后呢 去放开我们原本的LCP所建立的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对状态 是吧 可不可以理解 这一个建立过程有没有问题 这也不能说叫状态机 因为比如说以OSPA OSPF的话 叫状态机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只有一个协议 不同的状态 像我刚才 我的说法其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是到达某阶段 Is Able This 阶段 然后说认证阶段 或网络阶段 是一个阶段 不是一个状态 因为在这里面不同的阶段 是面对不同的协议的 不同的阶段 知道吧 协商我们的IP 这一个LCP嘛 对 那这里面就我跟你协商 MIU 还有认证 还有这一个最大接收单元 认证模式啊 认证模式不一样的话不行啊 知道吧 可不可以理解 这过程 在这里面我抓包给你们看 当然啦 我这里可能需要试试一下 我把这一个认证模式关掉吧 或者不关掉也行 那在这里面暂时先不要认真 暂时不要认真 暂时不要认真 restart一下接口 那 肯定在timeminal之后的 那这里 首先 他们会使用 LCP的 就在 estable的状态 使用LCP 发送complete requiet 发文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协商 最大 即使单元 魔术字 那由于默认无认证 所以 这里就没有带去真正之断 ok 那么 我 双方互相发送的 这里 双方互相发送 魔术字用于检测 链路 环路 就二层环路 就比如说我自己连自己 自环嘛 那我发出的魔术字会相同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随机数 懂吗 那么 我在这里面 我们双方会发送请求 你看到 这两个魔术字是不一样的 最后的这一段 这魔术字 是不一样 并且自己都会生成一个新的一个ID 但这个暂时没用 好 那么我们互相会认为 对方没问题 就回复AC卡 懂吗 那在这里面 魔术字 不可以相同 MIU呢 可不可以 就是说不相同呢 可以 MIU可以不相同 懂吗 那这个MIU就是说 我接口的MTU 会告诉你说我可以接受多少 懂吗 那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说 比如一个1500 一个1480 讲是这样 那会以小的 为主 懂吗 在这里面会写上出小的那一个 对 对 选择小的 懂吗 好 现在一个嘴管嘛 最大接收单元 MT是最大发 接收传输单元 这是接收嘛 看到没有 最大接收 好 接着呢 我会是跟你互相 ACKOK了 好 进行IP 那进行网络 这一个认证阶段 但是由于我是不是没有认证 所以直接跳过 到达网络阶段 在网络阶段呢 就因为我们是IP 所以他就开始用 IPCP来协商 那这里就写到了什么东西 我的IP地址 一个请求 config recruit 那对方也会发给我 对不对 那么我认为对方是个合法的单波地址 合法单波地址 那么这时候 我就会给对方一个ACK 那 在这里面 您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的地址是10 就改成 172.16.10.1 是不同网段了 那您看一下 重新协商 一样可以的哈 IPCP重新协商看到没有 172.16 10.12 对不对 是互相ACK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 IPCP协商完成 他们链路就完成真正的起来了 那他们之间呢 也就可以互相 重新了 即使我在这里面一条链路 两边不同网段是不是 再通 不是IPCP先回来的吗 知道吧 IPCP会告诉对方 说什么 我地址多少 等一下你要找这个地址找我就行了 所以他会形成一个32位的路由 这里 32跟这一个24 不过这里 这边 这里32位 哈 就是我跟你不能网段折连 无所谓 有没有问题 MPLS MPLS 也就是说 运行的不一样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 LSR MPLSR 1.1.1.1 然后呢 使能MPLS 使能MPLDP 接口 G0-0-S MPLS MP MP就先不用敲了 无所谓了 Restart一下接口 好 重新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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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到没有 这个 我点出来这个包围 我点出来这个包围看到没有 MPLSCP 他会根据你这里所对应的去换成不一样的 冷静鞋上 知道吧 那可以通信吗 这里看到这里没有 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看到没有 我们其他包围叫做 Eco Requit Eco Repair 对不对 这里是什么 LCP Pretoken 协议 不识别 那协议不识别 那会告诉对方 说我这东西我不能 我看不懂 懂吗 懂吗 我这东西我看不懂 哈 谁可以把网就没了 他都不能协商成功啊 我跑MPLS 你跑普通的IP 怎么可以 Requit啊 反正我没法给你修改啊 这只有你手中修改啊 你刚才是配的一边 我只配了一边 那我另外一边也配一下就可以了呀 LDP跑一下 不然都没标签 好 好 然后重新让他们去 那 这个是LDP的协商啊 那Requit啊 在这里边 重新都重启一下吧 对吧 现在这里看到没有 我们变成了什么 PP NPSTP来进行协商 对不对 那这里面 IPCP IPCP也可以协商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L 然后就变成普通的LCP了 就变成普通的LCP了 正常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都互相ACK了 所以我也认可你的东西 IPCP呢 也互相认可 那他们之间就可以互通了 有没有问题 听 互相拼通 对吧 那其实这里 一样的 是没问题的 只是我们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由 LCP NCP 来协商出对方的 上一层的内容 然后呢 来服务 进行传输 所以 记住 在PPP协议里面 他们会对应不同的协议 给出不同的内容 可以理解吧 好 这一个见练过程 你们说一下这个见练过程吧 首先 在死亡状态干嘛 电路起来以后 进行Esable里 干嘛 进行LCP 写杀 写什么东西 最大解枪单元 魔术字 认证 认证模式 对吧 好 如果OK了 那怎样 就去认证阶段 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 我们也不是说 一定是失败的 那么 在什么情况可能会失败呢 比如说我们认证出现问题 对不对 我一边是认证另外一边 你没事自认证嘛 对吧 那 我们在这一个 最大接收单元里面 如果说出现了大小不一样 会 小的 为主 懂吗 那在这一个魔术字呢 魔术字如果相同 我们还会重复的再发送 这一个ACK出去 那这个ACK 会说我的魔术字多少跟你也相同 那这里 就说你对方收到ACK ACK是无效的 因为跟我的这个魔术字相同 会是无效的 会重复的 不断的发 知道吧 好 那么 认证模式如果成功 我们就进网络阶段 如果失败呢 进入 comment 干嘛 就卸掉我们原本LCP的建立 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 如果说我们都成功了 到达网络阶段干嘛 在IPCP 在这个NACP这里 写商 对不对 根据我们三层不同的协计去 去协商 对吧 好 那么在网络这个阶段 协商成功以后 如何 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各位理解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见练过程 有没有问题 嗯 嗯 在这里面我一边做认证 另外一边不做认证 其实他会认为很可以 然后呢 就在阶段 就去认证那边了 那如果我两边都没有认证呢 那就直接去网络了 可以理解吧 一边有 一边没有 那我是不是要这个下阶段 我们正常人这边 肯定是没有做认证的 那我会发 现在我发送一个 一个 随机数码 然后呢 或者说 在这里面要告诉你 我账号命远是多少 然后回复我正确的 成功是吧 一个有一个没有 对我们看一下 对 应该实验成功给你们看一下 上来 上来 创建账号吧 PVP 密码 123 Local user PVP SERVALYING PVP SE0-0 对吧 对吧 我把NPS干掉吧 免得在这里混烧 视频 PVP 认证模式比为PAP 为例哈 然后呢 Restart 重启接口 这边 PP PAP Local user PP Password 密文 123 对吧 Restart一下 好 那你们看 在他们新的协商这里 TerminalRequip 代表我们断开链接了 知道吧 那新的协商呢 你看 我一边是没有认证的 对吧 另外一边呢 还没出来 那一边是有认证的 是不是 在这里 Conflict 我这里 是有认证的PAP 然后对方说 OK 这里面 我再发一个请求 是不是没有认证 是不是也说OK 对 对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来确定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认证阶段 我一个recruit 它一直不过来 这个recruit里面呢 会携带我们的帐号密码 就PP跟123 在这里 看到没有 对 对 那卡的话 是不是在这里卡住了 对 在 它在这里面 它就会不断的报错 它就会不断的报错 然后我把这一个NPS看掉 PAP PAP 对不对 the local user 那我在这里面是不是没认证了 对不对 重启一下 这口 那你们看 在这里面 等一下会真的失败 对吧 那么 那么 我们这里 新的 请求请求什么的 对吧 然后呢 认证在哪 哎 不识别 因为我自己不支持你 不对啊 正常的话是可以到达那边 这样可以到达那边的 那是不是没关系 那这里 您看 它在这里会不断的尝试建立 然后呢 又重新给当掉了 看到没有 这里会不断的尝试 然后重新给当掉 那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说密码直接被删除了 那它这一个真心都过不去 如果说这一个密码是错误的 那就要认证在那里卡死了 OK 对 在这里还不断 那又来一次 好 对 如果在这里面我暂时是没有密码 那就拥在 在哪拥在 我不识别你这个认证参数 对 LCP 对 一边配了 就是我现在这边是 没有做认证任何东西 包括密码都没有 这边是开启了 对不对 开启了PAP 那我放LCP 我会跟你说我是PAP认证 另外一边呢 因为我没有配密码 所以我认为是reset 我不识别 我不识别 对 因为我不识别 所以会reset 那这里一个LCP 现在不起来 那如果 我的PAP 是很常见的 你被认证端 实质 PAP 跟是CHAP 是很常见的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PAP认证 或是CHAP认证 就不知道 对端它试制是什么东西 那这时候 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呢 被认证端 你可以两边都是 两个都试制一下 那就肯定可以通信 这可以的 知道吧 就是现在 我现在是做认证 那我具体我不清楚 对吧 那这里你看 这里是密码错误 认识失败 看到没有 认识失败 那认证 NAK 是不是 那如果我 假设是有一天说 我 我不知道对方 他试制是哪种 我不知道对方 他试制是属于 PAP认证呢 还说CHAP认证 对不对 那我可以两个一起试制 懂吗 比如说PVP CHAP User呢 为PVP PVP CHAP Password 为密文的123 对吧 PVP PAP Tocal user PVP 他是我密文123 这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通过LCP 知道你是属于什么协商方式 那我对应的给你相对应的一个密码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是两个都写商 是我们不知道认证方式是试制的PVP 还是CHAP 对啊 被认证方式是这样 那被认证方式是这样 那被认证方式也两个都试制了 对啊 被认证方两个都试制了 对啊 被认证方式是什么 他没告诉我们 只给我们账号密码 那认证方两个也是 也可以啊 那正常而言不要 正常而言是没有的 正常的话就是我们 以CHAP为优先嘛 好 那CCHAP感觉应更高呀 对不对 好 那你们看 这LCP写的有什么东西 Config and Recruit 代表我们试图发送我们 就说现在的一个参数嘛 魔术字 认证模式 还有我们这一个最大介绍单元 对不对 对方如果给我ACK 代表是认可我的参数 对不对 那如果说对方给我的CNAK呢 代表是不认可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 RECE呢 代表说我不能识别 像我做了认证 你没给我做密码 对不对 那就不能识别 那 你的东西我认为不合法呀 比如说在这里边 在这里面 密码错了 密码错了 不在这里 看这里能不能这样搞 找个HUB有没有 HUB不能聊 看这里能不能连自己 不能连自己 这里连自己的话 不断的NAK出去 不断的魔术字相同 然后呢 这里是NAK的 因为你的这个魔术字 我会认为是非法的 懂吗 魔术字不能相同 因为这个魔术字 像是我们随机的吗 魔术字 那这魔术字 如果我收到一个魔术字 跟我这一个本机的相同 会怎么样 随机一个新的魔术字出来 随机新的 然后再次收到 再随机一个新的 不断的循环 知道没有 懂吗 对这里连自己才有 但我们这里没办法 好 各位理解 那我们在这里面协商 像最大接收单元 对吧 那这里 100默认证 认证模式 被认证方 必须支持认证的方式 并且正确配置 否则相不成功 就是我这一个 trouble认证 或CHAP认证密码 对嘛 对吧 就也不认证对 有识字就行了 对不对 魔术字呢 是随机的 用于环路检测 那如果说 一边支持 一边不支持 则无环路 那认证显然成功 如果说 两边都有这一个机制 那我收到一个魔术字 跟我一样 那我就认为是环路 那这时候 我就不断的NAK出去 懂吗 蛤 你是练路问题啊 所以你在这里面 检测的相当 就LCP 不认得报错 LCP 对不对 链路是LCP 刚才没起来 就一直op down 对不对 那代表你是借口问题嘛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关于协商呢 比如 如果 我们在这里边 发送了config requit报文 过去 对方 为了ACK 报文丢包了 那我会三秒后重返 我的这个报文 在这里面 我们最多发十次 再加 多少 在这里面 十次以后 如果这个requit 没有收到 ACK 那我就会认为 这链路 不能用 知道吧 我十次没有收 就相当于 一次三秒嘛 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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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最后算出来呢 反正我放十次 requit报文 没有收ACK 那我就认为叫链路上了 那如果说我正常收到 那就可以起来嘛 对方给我的requit呢 我也会回复ACK 或者NAK 或reset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我们 回复的这一个NAK 看到没有 requit过来 但是我觉得 我能识别 但这些识别以后 我认为是不合法的 比如说像魔术字 那这样的话 我会给你这一个 NAK 这个是不做限量的 好吗 不做限量的 但是我这一边呢 我最多给你写三 五次 可以理解吧 好 就是我们请求这一次 我最多重复发五次 但是我们NAK这一次呢 只要我收到很fake 我就会给他拍NAK 这是不限次数的 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 有收到 不 有收到NAK呢 我最多回复五次 这个requit来写商 那如果ACK都没收到 那我最多 我耐出性质 最多就发十次 各位理解 对 收到NAK就回了 这个没有限时间呢 ok 好 那如果说是不识别 那就会呼吾于这 那你们也看到了 不识别呢 会携带那些我不识别的那一部分 可以理解吧 好 那么对方的话 会重新给我requit 但这个requit 不代表一定是已经修改好了 现在你一直没修改 他会一直还会发吗 对不对 对啊 不限次数 一直卡住嘛 像刚才一样 是不是 好 那关于链路状态呢 他们会周期型的发送 这一个ecorequit 来进行测试 那你们可以看 这次里面 是不是有当然 ecorequit来进行发送 对不对 那我们 可以发现 这两时间是一样 那距离在下一次 是多少 十秒 也就是说 每隔十秒 会发送 一次ecorequit 来测试链路状态 是否正常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我们 现在链接要关闭 比如说我 现在是重启接口 对不对 或对接口进行什么配置 那么 这时候呢 我会发送一个ecorequit报纹 或这个tominalrequit报纹 现在我现在断开链接 那如果你现在给我回复一个tominalack 那我们就断开链接了 那如果你不给我回 这一个tominalrequit报纹呢 我最多再多发两个 也就是说总共发三个 可以理解吧 那这样的话 我也会当方面去断开链接 可以理解吗 你一直都不回复ACK 我也会断开链接 可以理解吧 相当于 一个女的死要跟你分手 你一直都不回复 对不对 那也跟你分了呀 所以你是要回ACK 还不回呢 没办法了 直接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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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参数修改 大家会重新在一个conflict 的recruit 这个请求 是不是可以重新建立一下 那对方 当方便可以的NAK 那你也没办法呀 那你也没办法呀 好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链接关闭 有没有问题 LCP 肯定要好 conflict 多少车 要收到ACK 10车 否则 现在你给我参数 我觉得不行 我会给你机会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我们收到了 是属于rezy 呢 不断了是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别人给你一个terminalrequit 是他给你三次机会 terminal 我给你一次 你又给我ACK 你不给 我这里都在给你两次嘛 现在总共三次 是不是 所以 在这里 是不过三队 该分手还是分手吗 各位理解啊 好 那这一个是我们LCP的协商 ok 好 那接着呢 认证阶段 PAP 如果你选择PAP协商呢 被认证阶段 会去发送 认证的requit报文 给你 对不对 里面携带了 明文的帐号密码 明文的 记住 PAP的最大特点 就是它是明文的 并且是两次握手 我发个请求给你 你给我ACK ok 两次 当下认证的话 各位理解 我给你一个请求 你给我ACK 两次吗 对不对 那么 在这里边 我们所发送帐号密码 记住是明文的 明文的 那如果说 对方觉得我的帐号密码正确 会给我ACK 如果说帐号密码错误 NAK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 PAP认证协商的一个过程了 两次握手 多简单吧 两页 这怎么配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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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方 认证方 认证方是什么 PAP认证模式 为什么什么 可以接吗 PAP 那这时候 你记住 你要干嘛 重启要接口 才会生效 知道吧 跟认证相关 你要重启接口 才会生效 懂吧 好 另外一端 可以不重启 知道吧 可以不重启 那我们 被认证端呢 如果我们只有当相认证 就只需要我给你请求 你可以我回复 两次 OK 明白 懂吧 好 那 我们这试字怎么试字啊 还记得不 PAP 这里我试着给你们看了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换成 什么 就我们这个底层的一个协商嘛 就是协商我们报文发送大响 好 你自己跟认证通不通过 有没有环路 密文 这个密文的意思指的是配置的密文 就是说我查看配置的时候 它密文 它是密文的 但是在报文里面是密文的 知道吧 对啊 所以 CHAP在真实使用的话 是很少使用的 但是考试 它是会跟你说 你这个做错不认证 就CHAP认证 或者PAT认证 看题目了 所以你还是要 还是要会做 懂吗 你要啊 都要的呀 你要认证怎么可以 没有账号密码 要账号密码的 好 好 那么 CHAP认证呢 就TRAP认证 TRAP认证的话 我们会发送一个 这一个什么呢 叫挑战之乱 一般的话 今天你们都可以说什么 做一个挑战 就这个挑战呢 就会携带相当于我们一个 数值 那这个数值就是跟我们到时候的一个密码 来进行 进行MD5的一个加密使用的 知道吧 进加密使用的 比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过程怎么样 这里挑战 请求成功 失败 四个报纹 对不对 那这里四个报纹其实就是格式 不一样的同一个报纹 可以理解吗 就格式相同 那内容说我通过不同类型 就不同的报纹嘛 是不是 就像ICMP一样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会发送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呢 就会携带一个ID跟一个随机数 那咱们可以不可以不携带的 那对方回复的请求reports呢 应该怎么样 将ID 这里面ID 密码加随机注 进行MD5加密 懂吗 那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 这里都没连起来了呀 没连起来搞得那么好 我把PVP undo 那你们如果设置了CHAP 你们看 它会直接覆盖了PAP的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是CHAP优先 懂吗 所以把它覆盖掉 因为它更加安全嘛 好 这边设置完以后 另外一边 我这边正好有账号密码 对不对 正好我已经设置好了 那这个没关系 你没抓包 那这个巨伤 还是也重新抓包啊 重新来重新来 命令 没抓包 你们看一下 发送一个挑战过来 是不是 这个挑战里面呢 写了一个ID 1 是不是 看到没有 1 这里有没有看到 这里 你换这 上面 1 是不是 可以看到吧 是跟1啊 这个1可以看到吧 好 谁说在哪呢 在这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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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屏幕显示不够啊 够长吧 对啊 看到没有 随机数 就是我们这个认证方 所发送的这个挑战报文 这个挑战报文 携带一个ID 跟这一个随机数 对不对 他如果是有用户 这一块还会携带 那其实这种的话基本没有 更多的是我们直接的怼过去行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携带 这个可以携带 比如说我们这里 Trop 对吧 User 其实这一个呢 就指定我们这一个单号是谁吗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么 我们 是关于这一个验证方呢 就说他如果我们有携带一个用户名过去 那对方的话你也要跟我相同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你一个密码跟我这账号是要对应的 可以理解吧 也放在这里啊 对 再放在这一个 反正我们在这里面 对的话可以再加一行吗 那我们在这里面 关于内容回复的时候 看到没有 NAM 叫PVP 然后呢密码在这里 是不是 就说我们ID是多少 我先可以告诉你 然后呢 ID 加上我们这一个密码 加上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随地址 MD5加密 对不对 然后呢 发送给对方 那同时我会携带一个NAM 就是我用户名 那对方呢 就通过本地的这一个账号密码 对应到这个PVP 密码的话 进行MD5G 阿密 因为我随时是他自己发的 ID也自己发的 是不是自己可以加密 加密完以后 进行对比 如果说相同 那么就发送成功 如果说失败 就说失败了 可以理解吧 那我在这里面呢 是密码正确 嗯 所以就发送成功了 Welcome to 对吧 够大够粗吧 可以吧 可以吧 这里面有发NAM的 对 咦 那我们 那我们 在这里边 就说讲完了认证以后 叫什么 NCP NCP的话 我们有分为静态协商 还有动态协商 那什么是静态协商呢 就是我静态的配置IP例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配置这个例子 那么我会告诉你一个complete repeat的一个请求 把我例子发送给你 那么你的话 会根据这个IP例子 看它是否是一个合法单波的地址就可以了 就你不是什么25啊 不是4个0啊 对不对 没有跟我IP的冲突 那我都证为是一个合法的地址 那如果合法呢 会恢复一个confeit ACK的一个报文 同样的 对方也要给我一个confeit 个recruit的一个ACK 来进行请求 可以理解吧 好 那么 互相ACK 及网络成协商就OK了 有没有问题 那好动态协商有什么东西呢 动态协商 比如 我一边 配置的认证对吧 那其实可以 顺便可以做 那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通过 就远程 adjust 可以给对方分配 而在这里面有两个选项 是不是啊 一个是直接分配给对方多少 另外一个呢 是我可以 就说指定一个地址词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ippool来指定一个地址词 都可以理解 好 比如说 Network 等等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通过远程 Network 比如说 172.16.10.0 Network 对吧 不 个研码 24位 那网关配配无所谓了 知道吧 好 S10-20 Rename 配置一个远端例子 这个词呢 为A 是我刚创建的这个A嘛 对不对 好 客户端这一侧 S10-20 借口 然后呢 比如说ip例子 我不知道这样的来了 ip address 先上一下哈 换成什么呢 ip address PPP 协商 那你们看 也起来了呀 很快啊 你们看这里 它怎么搞的 首先 我们 LCP的没有 不用说了吧 例子 这个 请求呢 就说 4个0 这试制了 我们要通过动态协商的时候 就试制为4个0 那4个0 就代表是一个非法的单波例子 各位理解 那如果在认证端内测 他试制的说 我可以远入例子多少 那我会给他一个NAK 并且携带一个ip例子 说我给你这么一个例子 懂吗 我给你一个172.1610.254 行不行 那 这时候呢 我的被认证端 会重新 再拿这个例子来进行 ipcp的complete 的请求 懂吗 然后 对方 认为没问题 ACK 那就解决了 而我这边呢 就拿到了ip例子 看到没有 一个32位的 对吧 那我有没有对方的ip例子呢 我有没有 有的 一个32位的 通过ipcp协商得来的 32位路由 是不是 这个有没有问题 例子是我给你的呀 对啊 对啊 是我地址给你的 正常而言 一个网络的事 正常而言是 运营商那一侧 试着 我给你分配什么地址啊 你这边试着账号密码醒了 对不对 对啊 其实正常而言 就比如说你们 你说的叙述账号密码 很多都属于类似这种 PVP的一个拨号 那PVOE嘛 那么你在这里面 他会将呢 LCP协商OK以后 认证呢 也没问题 ipcp 你的家庭路由器 会自动的去向对方 去索要一个ip例子 就是我们通过这一个 ipcp协商的 知道吧 然后呢 对方会给你分配一个 公网的ip例子 在你的路由器上 所以是不是 你根本就没配过 就直接可以上网了 只是站奥远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是不是我们 其实对于家庭而言 每一个ip例子 每次都不一样 就类似 从地址里面拿出来的 对吧 好 那 这个就是我们 ipcp的动态协商 那还有像什么 mp 的话 我们看一下 mp 是什么东西呢 就我们相当于 就多 就多链路嘛 那有点类似 我们的链路聚合 知道吧 那 在这里边 就我们可以通过 这些增加带宽呢 就可以将多条bp链路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呢 合并成一条 那关于我们 lcp的阶段的话 它在这里面 会验证 对端接口 是否是在我们mp的 一个方式下 并且呢 在这里面 就如果mcp的接口 协商 协商 什么回事 就是mp mcp的一个阶段呢 它也会去 进行协商 对端的 这一个mcp的参数 那如果说 我这一个是在 有mpgrip的接口 就我们 类似 链路的接口 一创可一样 对不对 这边我试制了 另外一段 你也要试制了 各位理解 那如果说我们成员 接口也试制了ip 类似的这一个协商呢 那也一样的 你哪个接口试制 对应的接口也要试制 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就跟我们 之前的链路聚合 有点不一样 以前的链路聚合呢 我们是成员接口 都不要做配置 对不对 而在这里面 你做mp的话 成员接口是可以配置的 是可以配置的 那 关于实现的方式呢 有两种 一种是虚拟接口模式 一种是mpgrip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实现 首先我要这里再多加条链路 可以吧 好像这些接口配置 是 敲不了 清不了配置 清不了配置 我先清切口配置 好 那我 假设是做链路聚合呢 像我们之前一样的 怎么做啊 呃 创建一个虚拟接口 对不对 那自己虚拟接口 那自己虚拟接口 是这样全看的 知道吧 自己虚拟有模板接口 比如 0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就比如说 它的一个链路 就是默认 就是默认我们就可以进配置了 就ip address 比如172.16.10.1 那四位 pvp 这一样可以进行设置协商 对不对 pvp ip cp 只有一个认证 比如说我使用 tp吧 这也可以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一样的 我也可以给远端去设置一个接口 remote 对吧 adjust port 为a 现在我给对方下发一个172的地址 对不对 那么 在我这边呢 还需要在接口下 pvp mp 这里 就看到一个虚拟模板 对吧 加进来 然后呢 0 那我这个接口都加进了链路就有接口了 就这个mp接口了 可不可以 你这样 这样命令而已 有没有问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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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0 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这个虚拟模板的接口的0 知道吧 知道吧 ok 好 那还有一个接口 10-1 pvp mp 对吧 虚拟接口 0 把链起来 那我们 那我们 虚拟接口 0 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到时候它两条链路它可以走的 并且呢 IPD在这里 对吧 好 另外一段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搞 比如说 另外一种 MPGRAPE 这种 in the face MPGRAPE 这种如果是做MPGRAPE 对方是属于虚拟模板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知道吧 好 比如说0200 我配置 IP地址呢 通过协商 批协商的栏 对吧 我的PP 要做认证 那是属于 PAP认证 对吧 来PCP 这里不行 那这里没法去这样做 好吧 看来这里 在那个虚拟模板里面搞 PP PAP Local Use 为PP 密码呢 是我在这个AR1那边已经设置好了 密码是123 对吧 IP地址为 PP协商 是不是也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接口下 我们 PP MP 然后呢 虚拟模板 0 加进来 S10-1 PP MP 虚拟模板 0 接进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应该有一分在抓包 这里是起来了是吧 IP MP PP 是我这虚拟模板 接近了 配达 拿到IP地址了 253 是不是 那我们看这里有没有抓到报文啊 IP IPCP NAK 看到没有 config 这里面呢 我们 所谓MP的 多电路的MRIU 1500 是不是 那么 一样的 这都是多电路的 魔术字 在这里 魔术字最大接收单元 然后MP 对不对 好 相互ACK 对不对 好 接近IPCP的一个写 IPCP 在这里面 那由于我现在通过获取 所以我输入4个0 对不对 那我在这里面 会收到NAK 说给我分配什么地址 接着 我再次请求O3 让对方给我ACK 那就实现了 可以理解吗 跟刚才那部分是一样的 只是在协商多了多电路 这部分 可以理解吧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成员接口 他都会去发送这个协商的 那这个属于我们MP 他的一个配置了 有没有问题 我可以把 这个应该在我给你们的笔记里面 是应该是有的 MP国内部那个不太支持 有是吧 那就不能复制给你们了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 关于MP 他基本原理 就是我们通过增加带宽 将多条PPP的链路捆绑使用 那这里面 LCP呢 我们需要检测 对断接口 是不是也在我们MP里面 对 MCP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MP 規模 说我们刚才虚拟接口 对不对 来进行协商 那 关于这个配置呢 这里就有了 这使用Trop的认证 我们前面认证都已经教过你们了 当A里面 认证端 上A里面 创建账号 密码 服务类型是为3A 对不对 然后呢 是这PP认证类型为什么 记得最好要重启一下接口 有关可能不生效 知道吧 MP呢 现在这里 它使用是MP 它这里是用这个MP grave 然后呢 把认证部分 都是放在我们这一个 接口这里啊 接口这里 但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 接口它是PVP MP MP grave 对吧 我们刚才有没有这个选项 PVP MP 有没有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 模拟器啊 它支持我们这么一个 就MP grave 它支持我们使用这个虚拟模板的 知道吧 好 那么 关于认证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我们PP MP 然后呢 去绑定相对应接口 就只见了嘛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 关于管理网接口跟PP 这一部分的内容 到hood